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里在进视频之前呢 我要先给同学看一个东西 我要停止那个共享的 来看我大头一下子 来 这个是我前几天去那个 去那个建材行 好 捡货的 OK 这里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个 现在要学网美的 网红这样子 都会把这个遮起来 好 这才可以对焦 但是这个是手把喔 它是那种 就是 它其实比较小 它真的还蛮小的 大概才5公分而已 然后这里的话 它是可以直接就是 就很像拉环 拉扣这样子 可以那样拉出来 我前几天去那个建材行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到这种 还有看到狮子的 它有个狮子头 然后咬那个圆形的这一个 这个 然后可以直接这样拉 这比较建议用在抽屉 开门 开门就是要比较大一点的 OK 大一点就可以 OK 但是这种比较小型的 建议是在抽屉使用 那我刚刚有说 就是有个狮子头的那种 我没有买啦 那个 那个 太轻了齁 有点复古了齁 来 它那个狮子头 然后又咬一个圆形的这一个 就是 金属环 它那个就可以拿来当作是门齁 但那个就是超复古 感觉就比较像是 呃 比较像是那种就是 勾搭时期的 古早时期的那种门把 那这个小门友的部分 之前建材行 前几天我去买的时候 建材行不想卖给我 因为我那时候是跟他讲说 我是要拿来做sample的啦 那可能建材行的那个老板娘 就会以为说 我其实是要 拿这个东西 就是要来给屋主看的齁 因为这个好像已经停产了 很可惜齁 因为我觉得他很可爱 所以我说 你还是卖我喔 这样子 我还是买了 这样子 OK 这个的话其实都是 比较乡村风格 常会见到的一些小 小鸡丝啦 小鸡丝这样子 OK 给同学参考一下 好 来 我这里的话 再继续共享一幕 我们来看一下简报了 家具视频配件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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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